新加坡的牛车水是由四个小区组成 牛车水的每一个小区都有自己的特色 让我带您走入其中富有传奇性的一条街道 宫西街 我叫梁峰霞 我家住在宫西街 这里是我童年成长的地方 这地方带给我无限的回忆 宫西街不长 整条街共有62个电屋横跨水车路 19世纪这一带住了许多人家 当时没有自来水供应 人们用牛车载水给人家 所以称为牛车水 牛车水就在新加坡河的南岸 1820年 英国殖民地政府 把这一带规划成华人和印度人居住的地方 在牛车水一带 共有五座新都庙和回教堂 说起宫西街 有些人会联想到它书舍全马的过去 殖民地时机 牛车水是华人商业活动中心 有许多吃喝玩乐的活动 会馆公馆或俱乐部邻里 非常热闹 会馆也为会员提供业余休闲活动 有钱的人到公馆或俱乐部消遣 也会召唤女伴来喝酒打牌 这些称为琵琶仔的陪伴女郎 就应运而生 因此 宫西街上的琵琶馆处处可见